巴拿马之行 蔡英文要去 您有什么建议 因为你的第三本书 讲的全部都是外交 就是非典型外交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马英九申请去香港 结果已经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您对于总统府的决定 您有什么评价 巴拿马之行到目前来讲 好像蔡总统去是顺理成章 因为我们还有维持邦交国 您去过吗巴拿马 巴拿马马来国都去过 就当然去过很多次 那可是也要小心的就是说 按说他邀请蔡总统 不应该邀请习近平先生去 因为跟我们还有邦交 那我们也没有任何 相关单位抗议 所以这是马政府当时 我觉得有所适当的地方 既然跟我们邦交 我怎么可以邀请我们 那个时候还是马政府 当然那那个习先生 也都都不遇自闻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 很适当要去 可是我提醒一个 在很早里 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巴拿马运合一百周年 那李总统也很高兴 就跟他们的总统说 你应该要大量邀请 天下银行各国的元首去 那我们也应该给予 相当的赞助 那最后结论是 只有李总统出现 其他各国元首都没出现 所以后来我当选以后 去参访 就巴拿马的国会议员 相当抱怨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再发生 我整个点到 您的意思是提醒小韵总统 也不是提醒 这也不是小韵总统的责任 他接受邀请 他堂堂正正的去 都是对的 但是你的意思 他可能到了那里 欧巴马也没去 习近平没去 全世界重要的领袖都没有去 没有到目前 我们我注意到看到 巴拿马说 有十个国家的总统 口头答应要去 书面答应只有一位 所以我是想可能这中间 他们在小心应变 所以我是说 其实外交事情是一天到晚 都是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你像蔡英文总统提防 到时候是一个很冷落的场面 我倒也不是提防 我就太总统去 他有震担性 我们有搬家国人类型 都可以 可是我是说 国人不要过度的期待 过度的解读 大概习近平先生 去的聚会应该是很少 不要过度期待 那背后会不会双方 还有任何在那里 角株啊 或者什么 我们都有待观察 好 各国会怎么样 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巴拉玛人等了一百年 巴拉玛应了一百年 大肆庆祝 全世界加年德国大会 最后说 因为你们的总统来 其他国都不来 这是我第一次去拜托的时候 他们给我抱怨的 所以我记忆有心 我们要进广告 不要过度的乐观期待 那您同意 您对于总统府不让 马英九去香港 基本上你同意吗 我觉得处置的还蛮适当的 因为我看了 他们这个也很审慎的 开国会六个单位的意见 做成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人时地势 来讨论 因为他是总统 他是卸任27天的总统 就提出申请 国家安全法社2003年制定 跟李登辉总统无关 不要扯李登辉的例子 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法 好 这些李秀莲副总统 认为总统府驳回 马英九总统赴港 这个演讲的申请 是法理情都适合理的 您等下再帮我们解释 不过您到现在 不能去香港对不对 对 我卸任以后 有几次香港 还有澳门那边 邀请我去 结果北京都不准 所以可以证明香港 就全世界很奇怪的地方 很敏感的地方 而且是绝对要听命北京的地方 好 现在你刚刚分析 人时事定 为什么总统府的决定 你认为是适当的 这个国家安全保护法 是2003年才制定实施的 所以李登辉总统 不受这个法律拘束 不用谈李登辉的例子 那下面的一个总统是陈水扁 他在离开总统 20分钟就被限制出境 所以阿扁没有适用的余地 那马英九总统 当然是第一个被适用的 如果他对这个法有问题 他任内大可以给他修改 所以我觉得马上上 第一个你必须遵守这个法律 因为经过八年 你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 那么国家安全法说 对国家机密要守护的 那总统是全国第一位 尤其刚才卸任27天 所以当然重要的国家机密 都在他脑子里 就人来讲 一点都不冤枉 那就时间来讲 他提出申请的时候 只有卸任27天 当然也符合三年之内 那最重要的是 因为很短的时间 而且在15不到20天 在施行细则的时候 起码要提前24天 你只有14天的时间 所以总统我回复是说 我们也来不及搞清楚 你到底掌握多少机密 我们也没有时间跟香港来商量 如何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所以我觉得法理性都兼顾 当然第三点要看的是这个地 就是如果他申请说要去美国 去东京或去哪里 我想核准的可能性非常大 重点就是因为在香港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 我信任那么久了 过去就几年也有好几次 香港澳门方面 也想请我去民间的组织 通通不准 所以可见 他其实还是北京 那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我们全世界 唯一对台湾充满敌意 而且又并吞台湾的国家 那如果这一次让你去香港 是不是很快的 你就说那我到北京去 所以这些地很重要 不要因为这样就解释说 要限制他出国 我觉得这个扩张解释太多 当然重点就是他去做什么 他很清楚 他要阐养他的两岸政策 那这两岸政策 也要讲九二共事 一中各表 甚至于进一步讲到 现在一中同表 那当然对最新民意当选的 蔡英文政府来讲 就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想 不过这一点 倒不是最重要的考量 因为还是准许他用视讯会议 所以马总统要讲什么话 国内就可以讲清楚 就是人时地的问题 再加上这个审议的程序 也很客观 因为也请了六个单位 最重要的相关六个单位 经过两次的会议 最后蔡总统才拍板定案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应该给肯定 这马英九总统问了三个问题 合理吗 必要吗 公平吗 所以你刚才都解释了 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样 既合理又必要 也公平 以后他如果可以多一点时间申请 如果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之内 我相信都会准 所以这点亲自肚明 所以有人说这个妨碍蓝绿和解 还说蔡英文总统 小兵的小眼睛 当然要骂人的话很多了 那当然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阿扁跟阿玛 有点相声相克 时间上差不多 所以我第一时间我就会 第一时间我就会认定说 小英应该不准阿扁公开演讲 然后也不准他出国 果然料定了 不准阿扁公开 公开然后不准这个 对 因为两边平衡 所以这应该也符合 就是蓝力要和谐